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新视角听新闻,我是唐欣 班主任给河南光山的高中女生梁娟的爸爸打了电话 赶紧让你女儿去打疫苗,不打的话不能去学校上学 之后梁娟无奈打了一针 之前很多人打了疫苗,但是这个夏季,疫情又一次爆发了 梁娟想,这不说明疫苗根本就无效吗? 而且还有报道说男性打了国产疫苗会导致阳尾 女性打了国产疫苗会导致月经不调 可谁知,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社会 如果不打疫苗,还会被限制出行,限制日常活动 这种野蛮的手段,也只有共产党能做得出来吧 共产党把我们都当成了小白鼠,随意糟蹋 上面栽自梁娟的三退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党组织 共青团少先队 梁娟还在声明中写道 现在教室里都被强制安装了摄像头 学生们的一举一动都会被清晰地记录下来 而且校园里,外面的街道上,也都在各个角落里装有摄像头 可一旦出现学生失踪,小孩被拐卖 以及某人物品被抢时 这些个摄像头都莫名其妙地坏掉了 这不得不说,中国共产党强制安装的这些摄像头 根本就不是保障我们生活的 而是另有其他不可告人的目的 梁娟很羡慕外国那些 为了争取自己权益,可以上街游行的人们 他因此声明退出对团 本篇收录的几篇近日发表在大纪元退党网站上的三退声明 他们中有大陆的中学生、外企中高管、海外华人等 他们以亲身的经历说明了自己三退的原因 从中揭示了中共的邪恶本性 河南横川的余思平是一位来自农村的00后女孩 他也发出了三退声明 余思平在上小学和初中期间 学校通过各种方式让学生们加入少先队和共青团 他都盲目加入了 初中毕业后,他来到了一所幼师学校 可是他马上感到自己放福 加入了一个传销诈骗组织 老师总是告诉我们要爱国爱党 还动不动让我们唱红歌 跳革命舞蹈 学校里的学生会干部很多都是团员 他们蛮横霸道 专门欺负我们这些新来的学生 还私自扣我们的零花钱 上晚自习时,学生们必须看新闻联播 然而,新闻上动不动就说我们的生活很幸福 外国人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这很明显是骗人的谎话 上个月,我们河南发生了严重的洪灾 死了很多人 但是在新闻联播上却看不到任何关于这件事的报道 更不会说死了多少人 那么多鲜活的生命就这样消失了 可是美国只要有个枪击事件 新闻联播绝对是第一时间报道 余思平说 以前听人说共产党坏 他当时不相信 甚至还要对两句回去 现在全相信了 突然感觉 从前上学时被学校欺骗 也可以说是被共产党欺骗了 我感到有苦说不出 家人辛苦挣钱供我读书 但他们却不知我正在被一个邪教组织毁掉 这个邪教组织就是共产党 余思平退出了党团队 来自沈阳的三退声明者天同 在他的三退声明说 自己是一位外企的中高层管理人员 可以自由地看到国外的咨询信息 也多次出过国 看到国内外完全不同的报道和事实的真相 几十年前 我的爷爷就是在三反五反期间 跳楼自杀的 现在我的大学同学 也因为信仰法轮功多次入狱被迫害 我很同情和敬重他 我知道中共有多么独裁和黑暗 天同说自己曾经入过党 不想和他们一起走向灭亡 现在声明退出 取消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誓言 求神佛保佑我平安健康 Lily Tom慎重声明退出党团队 她在三退声明中说 上大学时辅导员劝她入了党 那时她觉得党员很优秀 能成为其中的一员很自豪 毕业后她当了公务员 和政府部门的人浮于事等风气 让她受不了 最后她去了外企工作 2017年 Lily翻墙看了1989年六四的影片 感到非常非常气愤 心里特别难过 后来她陆续了解了更多的真相 才知道自己一直被灌输了太多的谎言 回想中共的所作所为 三年自然灾害 文化大革命 强制堕胎 杀了那么多的生命 天安门六四 更是彻头彻尾的杀戮和谎言 迫害法轮功成员 共产党成员的大面积贪赃枉法 真的是霍国殃民的邪教 旅居海外的华人小伙子化名张真 发出了自己的三退声明 宣布退出少年时代加入的少先队 她说 一直被中共的党媒 CCTV环球时报和红色共产党的电视剧 洗脑控制者 后来张真到了海外 看到世界自由之声 东方之光 寒冬 自由之家 无国界记者 等诸多国际非政法组织的新闻和网站 才了解到共产党邪教恐怖组织 干了太多的坏事 例如 邪恶恐怖的计划生育政策 极力用谎言及暴力掩盖病毒来源的真相 以及国产毒疫苗残害中国及世界人民的 令人发指的邪恶行径 张真写道 从2014年至2021年 中共非法拆除和取缔基督教 天主教 佛教 道教等的宗教场所 而要把大陆建成无神区 无宗教信仰区 我已经彻底看清了 共产党的邪教恐怖主义的本质 并认为中共官方的说法 中国大陆信教人数达到2亿人 是一个天大的谎言 张真表示 要远离中共邪教恐怖主义的一切组织 现在觉得自己的灵魂需要得到救赎 我爱中国的神传文化和华夏文明 和各种宗教文化 但是不爱中共 我在此声明退出中共的少先队组织 并与共产党邪教恐怖组织犯罪集团 彻底划清界限 站在人类普世价值文明的正义一边 从此真正做一个拥有中国传统文化 华夏文明 宗教信仰普世价值的善良的中国人 大纪元在2004年11月19号 发表了系列文章 《九评共产党》 使中共的一切邪恶本性暴露无遗 自此中国人永跃三退 截至今日三退的总人数显示为 3亿8258万9558人 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写着 天网灰灰 善恶分明 苦海有边 生死一念 曾被地史上最邪恶的魔教所欺骗的人 曾被邪恶打上瘦的印记的人 请抓住这稍纵即逝的良机 以上内容由大纪元记者李杰斯报导 本次的新视角听新闻就到这里 请记得订阅点赞 本节目粤语版部分内容 已加入大纪元的Patreon 也请大家多多支持 本节目粤语版计划